新冠疫情升温 离岛的蓝宇也传出确诊者足迹进入 新北某国小疫行108人 4月18号前往蓝宇进行户外教学 其中有一名学生抵达蓝宇后 收到教练确诊消息 学校紧急采取相关措施 包含住宿一人仪式等 并且在隔日把这名学生送回新北市 事后PCR裁剪后也证实证明学生确诊 学生家长打电话来说 学生其实是感染确诊教练的接触者 那其实学生就已经做 跟与其他学生做好分隔跟隔离 那在隔天的时候就返回新北市 那后续针对民宿的员工 还有民宿的相关散客 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家庸快塞事迹给予塞检 目前该校107人仍停留在蓝宇 匡列居隔13位 其他94位为自主健康管理 居隔着以紧急安排PCR裁剪中 主任听到消息后表示 是比较担心部落小朋友跟长者 没有到这么担心 比较担心是那些老人家跟小朋友 没办法打疫苗的吧 或者还没打疫苗的 会比较担心他们 这几次还好 台东县政府表示 以紧急协调希望采取包船方式 把该校私生载回货币湖 而蓝营乡公所及乡民代表会 将在22号邀请民宿业者及相关单位 共同言商防疫对策 原始新闻小马力大 盛台东南语采访报导